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在等待王一博出关的日子里 摩托军团们靠着考古 恩刷一博的综艺 影视作品度日回忆寡言深沉 却武力直套的蓝忘机 命途多舛 活泼睿智 乐观坚韧 轻功了德的话劳谢云 还有玩世不恭的富二代嫡智卫 经历千难万险 忠于带队登上世界之巅的迹象空 以及为了革命信仰奉献所有的革命先烈奖先云 牧师之心却非无情的百里二郎 到现在为止 王一博饰演的角色其实并不算多 但是他所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个性鲜明 每一个角色都是独立的个体 并且反差巨大 在这些角色的身上找不到饰演者王一博的影子 这也使得观众永远期待王一博的下一个角色 除了已经播出的角色深受喜爱之外 王一博的那些带播剧的角色同样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与以播剧不同 带播剧本身就多了一层神秘感 毕竟只能从剧照 预告片中了解关于人物的蛛丝马迹 从故事的特定背景出发 分析这个角色会经历怎样的故事 正是因为有了这层猜想的乐趣 加之王一博在造型上的突破 这些 在很大程度上为整部作品的期待值加分 在王一博闭关的日子里 向来也安分守己 自娱自乐为己任的小摩托们 更是搞起了猫口普查 为王一博在带播剧中所饰演角色的期待指数做个排名 第一名夜夜 无名夜秘书 第二名鱼鱼 冰鱼火 陈鱼 第三名阵阵 维和防暴队 阳阵 和第四名雷雷 长空之王雷达 如果说在夜秘之前 最受期待的是警官陈宇 那么这次夜秘的出现 无疑撼动了陈警官在期待榜 Top1的地位 夜秘的钟粉说 在未来 你有大把的时光与小雨擦肩而过 但是在民国的风雨里 只有夜秘这样的人在抗 他们等待着黎明 也带来了希望 难道你连一票都不愿意投吗 而陈宇的支持者则说 你不投小雨 小雨不怪你 她只会落寞地看着你离去的背影 笑笑安慰自己离开她 你会更安全 然后不顾自身安危 毅然决然地转身走入密林深处的边境 再次做回那个 不能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孤独者陈宇 显然 在这场争夺Top1的争夺战中 由于杨震和雷达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 网友对于他们的个人信息了解得太少 所以 在排名靠后的情况下 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授权 本文以全网同步发布八找随笔 可是作为投票者的我们 很想问问陈宇陈警官 如果我们不投夜秘书一票 他会不会把我们抬起来扔进海里 然后谈谈身上的灰尘 顺便鄙视一下人众 路远这样的情况你管不管 其实 凭借找找军队摩托姐姐们的了解 虽然在大家的心中早已有了期待值的排名 但实际上肯定是谁先来就pick谁 毕竟摩托们最擅长的就是爬墙一搏的各种角色呀 都说演员分为天赋型和有灵性两种 而王一搏恰巧两者并存 还附带两项名为勤奋和谦虚的技能王一搏不靠炫技 一切从内心出发的演技是最真实的 还有那些富裕角色的微表情也超级为人物加分 所以大家都格外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 一夜雷震雨 夜密雷达 阳震晨雨 悄然来袭